身后的街道上忽然传来一阵喧闹之声 这声音不是某个摊主和买家之间的争吵 而是仿佛废水一般瞬间哗然的响动 张帆默然回首望去 一见之下脸上顿时现出了一抹异色 目光所及之处 本来拥挤的人群轰然散开 仿佛有无形的力量排斥 尽数挤到了两旁的摊位和店铺之前 将宽敞的街道整个漏了出来 街道上面一辆车架正徐徐前行 钢铁制成的车轮碾压在青石板上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动 便是嘈杂的环境也不能掩盖 这辆车架高约丈许 做工精致 通体明皇鲜艳显得高贵典雅 与四周粗广的店铺一类建筑相比 尤其的突出 车架的两侧 不时有鹅贯博带的修仙者 鞠躬行礼招呼 更多的是大量的凡人跪下磕头 各种一声杂乱无序 正是先前传入耳中的喧闹源头 在车架的正前方 皮皮如牛而矫健 四马而强悍的翼兽拖拽 犹如地表上拉扯的牛马一般 四平八稳地前进着 最先吸引张凡目光的就是这四匹异兽 尤其是不着痕迹地将神石探到他们身边的时候 他的脸色一变 古老 这就是传说的荒兽 一边心念传音 张凡一边紧紧地注视着这四匹异兽 他们与牛马不同的 不仅仅是更强悍的身体 还有防御力 他们的身上 扁皮青灰色的鳞甲 在火红色的光滑照射下 不住地反射出各色的光滑 形状看上去 有点类似鳄鱼 从光泽上看 又与蛇类相似 总之 不似张凡在典籍和现实当中 见过的任何一种妖兽 这就是黄兽啊 你自己不也感觉到了吗 苦道人懒洋洋的声音传出来 仿佛毫不在意一般 不过毕竟是生活在张凡的体内 又有什么东西能够瞒过他呢 张凡清楚地感觉到 一点淡淡的 若是不留心 几乎无法察觉的神石 从体内探出 在四匹异兽和车架上一绕 又飞快地缩了回来 不是苦道人又是何人呢 不过他说的也没错 张凡的确已经自己给出了自己答案 他的神石一触碰到那些异兽 就感觉到一股浓烈的气血 在他们身上汹涌着 在神石的反馈上就恍如火山口一般爆裂而炙热 这样的气血强度 要是换成妖兽 至少也得是五阶以上的高级妖兽了 那就相当于人类当中的结单宗师的修为 又怎么甘心给人当牛马一般拉车呢 那也自然只有荒兽一种可能了 这种荒兽的实力 没有真切的对比 实在是无法得出结论 张凡也就不再多看 只是记下他们的形貌 就将目光转移到别处了 在那里有一件似曾相识的事情 正在发生着 车架之旁 有十余名身披漆黑铠甲的武士环绕 他们在车架前后左右跑步跟随着 一边驱散躲避不及的民众 一边四顾左右 不知道在防备还是做什么呢 恰在张凡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正好见得一名黑甲武士 向着车架方向侧了侧耳朵 好像在倾听着命令 随即点了点头脱离了队伍 这名黑甲武士没有任何的迟疑 静止向街边一旁的一个摊位走去 在那里拥挤着几名男女 显然是在躲避车架 暂时拥到了摊位上 她仿佛有明确的目标 戴着漆黑的手套的大手 直接抓了过去 缩回来的时候 一名看上去最多豆蔻年华的少女 就被她拉着领子 踢到了手上 就在她抓出少女的同一时间 一块零石从她空闲的另外一只手上抛出 静止砸向了原本拥着少女 为了避免其挤压的中年男子身上 爹爹 少女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轻声尖叫了起来 一边呼喊着 还一边把小手伸向中年男子的方向 强强民女 张凡眉头一皱 不曾想竟会见得这一般事情 她先前隐约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 便是因为这车架 除却了鲜艳的明黄色 还有拉车的荒兽之外 其他的部分 还真是有点跟当日的下岩岛所见的 极乐公育女出现时的情况 有点类似 亦和欢亦极乐 真不知道他们两者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 却与她想象的大不相同 当日极乐育女在街上肆意妄为求欢的时候 虽然没有人敢出来阻止 但除去那些沉迷玉海的男子之外 其他人等要么避之不及 要么面露厌恶不屑之色 虽然其作为让人不齿 但是眼前的情况确实不同 见到那名少女被黑甲武士带走 周围的平民不仅没有厌恶 鄙夷 鄙夷 恐惧之类的表情 反而大多露出了羡慕之色 怯怯思语之余 还不忘把身后一不小心挡住的少女露出来 好像生怕车架当中的人看不到一般 少女的父亲 那名中年男子的反应 也跟周围的人一般无二 手忙脚乱地接过飞过来的零食 同时面露惊喜之色 对着少女高呼道 女儿不要怕 好好跟着上师 千万要听话呀 她哽着脖子 好像还有话要说 确实再也不能传出 很快就淹没在巨大的声浪之下了 不是她是 而是另外几名黑甲武士 也从车架旁跃出 分别走向街道两旁 显然又有了新的目标 他们这般动作就如在本就不慎平静的大海之中 又填入了几座高山 煞时间声浪震天 别说那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了 便是受了这一惊 显得有点暴躁的四匹荒兽 昂首斯鸣之声都传不出来了 这里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见得如此 张凡也只得摇头苦笑了 其实他心中也明白 无论在什么地方 人都是无力不行的 这些凡人如此欢迎车架中的人 近乎强强的行为 必然有其应有 只是他这个外人不知晓罢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失笑 若是先前他见得强强民女 立刻会出手相助 不知道那些凡人 是感谢他呢 还是痛恨他呢 怕是痛恨者居多吧 张凡摇了摇头 正在离开 才踏出一步便不由地顿住了 嘿嘿嘿嘿 小子麻烦找上门来了 在脑海中 苦盗人的笑声传出 其中的幸灾乐祸之意毫不遮掩 张凡的面前 一个黑甲武士高壮的身躯 如墙一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抬头看了一眼 就知道苦盗人口中所说的麻烦是什么呢 没有任何的表示 甚至看都没看向张凡一眼 那名黑甲武士熟练无比地伸出手掌 飞快地向网儿抓去 他们竟然看上网儿了 张凡神色一变 倒是不怕惹什么麻烦 他可是从来不怕这种事 只是怒火腾腾地往上冒 行诸余外而已 恰在戴着黑色鳞片手套的大手 堪堪要触及婉儿的御守时 一抹寒光闪烁 一块零石在张凡的眼前飞速地变大 很快填满了他的视野 一抹怒涩 在一刹那之间 毫不遮掩地在张凡的脸上浮现了出来 向他修炼了十几二十年 有敌有友 屡逢强者 又何曾有人敢如此对待自己 这是赤裸裸的无视与蔑视 哼 找死 一声冷哼 瞬间传遍了整条街道 其后的一句话中 森然肃杀之气 更是令得周围众人 如从炎炎夏日直坠到寒冷冰窟窿一般 顷刻之间周身寒扯 话音未落 一股恐怖的气息 忽然自张凡的体内迸射出来 手当其冲的 就是那块飞过来的灵石 猛的一宁 旋即爆开 弹指尖的功夫 那块灵石仿佛承受了恐怖的距离 碎成了无数的晶莹粉末 紧接着如狂风乍起 漫天的晶莹 恍如洪流一般 席卷而出 这一切发生的是如此之快 那名黑甲武士方才察觉出不对劲来 黑漆漆的眼中便倒映出了星云一般的美丽和璀璨 这份美丽很快就化生出了无边的痛苦 黑甲武士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便觉得眼前一黑 周身同时一寒 整个人顿时蒙住了 仿佛过了一辈子 又只是一瞬间 他刚从迷蒙中回过神来 便感觉身上一清 仿佛什么沉重的东西消失不见了 随后无边的剧痛如汹涌而来的潮水 瞬间将它淹没 痛苦无比的嚎叫之声震天 一时之间竟将满街的嘈杂掩盖 翻滚着 丝毫着 一身光鲜的黑甲 轻刻间染满了灰尘 高昂的痛苦之声 也很快变得沙哑起来 仿佛不过短短的几声喊叫 就把这般壮汉一声的力气消耗了个精光 这个时候 周围的凡人们才反映过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他们的眼前 不过是一抹如晶莹璀 在瞬间冲向黑甲武士 玄机 声声若万里狂杀轰击在铠甲上 所发出的一声传出 看似坚固无比的黑色铠甲 瞬间四分五裂开来 然后就是面前的这般场景了 周围还有几名 正在各自寻找目标的黑甲武士 他们一看就是训练有素之辈 几乎在地上打滚的那个家伙 刚刚倒地的时候 便第一时间抽出了刀剑 准备蜂拥而上 刚刚冲前两步 见得同伴的惨状 不禁顿了一下 随即反应了过来 眼中闪过了一抹恐惧之色 更有人忍不住惊呼出声 上师 能在一瞬间 甚至让他们连对方的动作 都没能看清楚 就把同伴击倒在地 而且是如此的惨状 自然只有高高在上的上师 才能做得到了 若是对付荒兽或者凡人 他们可能毫不犹豫 可是要是对上上师的话 恰在他们迟疑之时 一声怒吓从车架之中传了出来 狗奴才 你们是怎么做事呢 恰在一众黑甲武士 认出张凡修仙者的身份 迟疑不前的时候 一声怒吓从明黄色的车架之中传了出来 这声音的内容虽然眼里无比 一众黑甲武士也是瞬间扶手听命 可是那嗓音听在耳中 却是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出权威的味道 那不过是一个少年的嗓音 仿佛还在变声期一般 声音之中油渍带着一点沙哑 话音刚落 一只明黄色的靴子 忽然从车架之中弹了出来 紧接着一只手掌拨开车架上的明黄帷幕 整个人低头酸了出来 他的靴子还没落地 便用一名随时在旁的黑甲武士趴在地上 仿佛配合到了无数次一般 正好颠在其足下 仿佛一道人肉阶梯 让车架的主人完全感觉不到高低的落差 轻轻松松地踏过他的身子 落到了地上 浮一落地 他连看都不看那个黑甲武士一眼 只是转身面向张凡所在的方向 恰好与张凡对视在了一起 刹那之间 两人同时争了一下 张凡也是在这个时候 才真正见得了车架主人的样子 与先前的声音表现出来的一般无二 那真是一个少年人而已 少年的身高 仅仅到黑甲武士肩膀上下 便是加上他头上高高的鹅罐 也不过是堪堪与武士起高 圆圆的脸上游子带着稚气 下巴上几乎半透明的绒毛 更是将他的真实年龄陷入无遗 强强民女的竟然是这么一个少年 张凡一时间还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同时一个疑问浮上了心头 这么多的女人 他行吗他 见得张凡少年的表情也有点怪异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目光下移 尤其是在玄金滚服上拧了拧 圆脸上很快显出了一抹笑容 回开身旁的黑甲武士 少年快步向前来到了张凡的面前 作了一个一 欠声道 吓人莽撞 冲撞道兄了 请道兄看在小弟也是修仙者的薄面上 原谅则哥 这个少年也的确是修仙者 而且修为不低 竟是有着助击器的修为 叫上一声道兄 道也何事 张凡文言 先是看了他一眼 见其目光之中满是真诚之意 而且只是一开始瞥了婉儿一眼 很快就目不斜视 只是热切地看向张凡等待着他的答复 这样的人 张凡在一生之中不知道见过多少了 与一些刚刚出道历练的世家弟子一般无二 没有太多的杂念 有的只是想广交朋友多见见世面而已 张凡自认为自己的眼力还可以 应该不至于看走眼才是 原本提起的戒心稍稍放下 眼中的冷力之色也渐渐消失 沉吟了一下说道 无妨 只是贵仆人 这个时候那名倒地的黑侠武士 已经连惨叫的力气都没有了 要不是时不时地抽动两下 简直看不出任何还活着的迹象 这个没眼力的东西 敢开罪道兄 完全是罪有应得 小弟自当正处 为道兄出一口恶气 说着他衣袖猛的一挥 一道纯粹金黄的光泽闪湿 随后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 笑容满面地说道 小弟十番 敢问道兄明慧 在他出手的刹那 张凡目光一宁 正见得那道金黄色的光泽 在离手的瞬间化作一只不知名的妖兽形状 合身扑到了黑甲武士的身上 这一扑非是实体 却比实体还要厉害 一扑而过 金黄幻兽再次穿出的时候 一片璀璨光滑之内 点点阴影挣扎 仿佛有什么东西 被他从黑甲武士的身上带出来一般 几乎在同时 黑甲武士最后的颤动 骤然停止 再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神魂 这就是张凡在意的原因了 这轻描淡写的一击 就将黑甲武士的神魂完全扑出 虽然这么轻松 多少有些对方不过是凡人的因素 不过徐帆这个少年人 也不过是随手一击而已 他若全力示威 便是同阶修士 也未必抵抗地住这一扑 不过这也仅仅如此了 若是对付张凡 那差得还远 便是嗜魂妖的嚎叫 都没能奈何得了他 更何况此人呢 张凡不过顿了一下 玄机恍若无事 不再关注了 此时 他也多少有些明白 这地心世界 修仙者对待凡人的态度了 既允许他们在巨城附近 甚至其中生存 庇护之意显露无遗 又带之如猪狗 根本不像是对待同类 欲取欲求 完全不将凡人放在眼中 先前无论是那个 蜈蚣疤痕的壮汉 还是此时尸体已冷的黑甲武士 皆是以张凡 乃是一道凡人 而非修仙者 才胆敢冒犯的 他们并没有修为在身 故此张凡虽然并未掩盖气息 也不是他们能够分辨得出来的 说起来还真是怪不得别人 那他们又是如何分辨修仙者与凡人的身份呢 现在看着徐帆的装饰 尤其是头上高高的冠冕 身上宽大的袖袍 哪里还能不明白 其实这也是张凡自己疏忽了 早先在秦州访试之时 那个诸如便是这般打扮 不过更早一点死于他手上的白骨门下 并未如此 也就没有引起他更多的注意 现在想想 无论是书无忌在画像之中的装束 还是来到这破山城区内所见到的修仙者 除了那个落魄到极限的私心之外 所有人无不是一副 鹅冠带 衣袖带风的仙人雅士模样 想来 这才是此处修仙者的标准打扮 至于其他地方是否也如此 那他就不得而知了 麻烦竟然是自己给自己找的